今天我妆都快掉霉了 哈喽 我妆都没有了 都花了 今天脸好大呀 今天脸好圆啊 今天脸怎么这么圆 确实我最近胖了挺多的 妆都已经斑驳了 我还没去一会去晚上好 我一会去 我在等周周 因为我今天拍证件嘛 然后拍完证件已经三点钟已经四点了 然后他们是四点钟出发 然后我还要收拾行李 所以我就没有跟他们一起出 我就说那我等等周世宇吧 周世宇他等会也要去 然后等 就一直等周周 对等会老刘周周我们三个一起 他拍完了吗 哦那我们应该快去了 就等他了 就等他了 我跟老刘都收拾好了 发型是我自己弄的 这个刘海真的太 然后等到装都脱了 我还出去买了个东西 去路挺远的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好远了 老远 我没有备用眼镜 我哪有备用眼镜 我就只有一副 啥呀 周周不会再等我吧 我 我就出去了一会儿啊 五点过我就回来了 他不会还在等 他不会再等我吧 我在等他 他不会再等我吧 我也不知道呀 老刘说在等我 啊 没有啊 他老刘刚刚还给我发了消息 我说我已经好了呀 说我说就等周周了 我连个麦 老刘 嗨 宝贝 收拾好了是吗 我早就好了 我也早就好了 我五点过我就去收拾好了 那我们现在在干嘛 在等周周呀 然后刚刚我开直播 然后又有人说周周在等我 但是周周 我问周周好了吗 他说还有刘贤 和清文他们 我说 可是刘贤早就好了 对呀 我早就好了 我 五点过我就好了 可能因为我跟他说 我要出去买个东西吧 其实我就在中心附近的商场 我就去买个东西 二十分钟我就回来了 嗯 那怎么办呀 我跟他说我们都好了 哦 就只有说我们 我们都好了 然后还有清文 清文怎么也没去 哎不知道 我只知道陈南没去 结果整个半天我们都在互相等 其实我们都弄好了 哈哈 我在这等啥呢 好无语 我只知道有清文 我只知道有陈南 但是他说有清文 不知道 我再问一下 行 你问一问吧 嗯 到了 拜拜 老刘问问 因为我现在这边 没有拿多的设备 所以我问不了 早就好了 我就 因为我跟周周说 我说我问他啥时候 大概啥时候能拍完 我想出去买个东西 我怕他一会拍完我来不及回来 然后就是说你去吧 然后我就去了 我就在中心附近的商场 我就买了个隐性眼镜盒 我就回来了 来回大概二十分钟 就我回来我就在房间里等着了 然后 然后 没想到他早间出来再等我 不会吧 我五点过我就好了 天哪 我们这信息差 结果我们几个人都好了 我们在中心互相等 挺远的 我们就团一个晚上 明天早上就回来了 明天早上挺好的 明天早上回来 我就正好直接去坐飞机了 他拍好了是吗 等老刘问问他吧 老刘问问他 可以的话我们就直接走了 通宵是肯定通宵不了的 我肯定不能通宵 因为我最近这几天都睡得很早 我几点飞机 我下午都飞机 所以还好 对啊 就一个晚上 现在那些团建的地方 那些 场所可贵了 老贵了 我没有那么多经费 那是我拍证件 顺便拍的派利德 我今天房间发的 已拍了15张派利德 我都不知道他们上海这边 拍证件 竟然还要拍派利德 不 我们明天早上10点过 10点半我们就回来了 看我满脸就写着疲惫 憔悴 我真的好憔悴 我真的好憔悴啊 这个卖钱 好吧 这确实 非常的 上巴 你 我不解释了 我不解释为啥还没过去了 你等会 你问问别人吧 或者是你等会补补前面的直播 刚刚前面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我这个月心情就 心情就正常啊 心情就正常啊 正常吗 周周还要洗个澡吗 OKOK 好吧 因为我听周周说的就是她拍完之间 想卸个妆洗个澡 然后我想她估计还得一会儿 然后我就一直在等 然后她刚刚给我发消息问我 好了吗 我说我弄好了 行那估计 估计 开一个直播就 开一会儿 就关了吧 我们就要出去了 我没吃饭啊 我出去买了个眼镜盒 买了个隐形眼镜盒 我隐形眼镜盒 好像蜡锯厂了 不然我没法装我的隐形眼镜 我出去买了个盒子 我就回来了 对 因为我想今天晚上可能 开不了直播 然后我又化了个妆 然后说算了 开个直播吧 但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真的特别的 我今天直播 直播好丑啊 其实我 我看了我今天正见拍的还挺好看的 但是为什么直播这么丑呢 我平常都觉得我直播漂亮 但是拍视频很丑 没想到今天是 视频很漂亮直播很丑 其实我不饿 可能因为有点累了吧 可能因为有点累了吧 刚刚我在床上 床上躺着我都要睡着了 但感觉我今天特别想 难道是因为我这个衣服穿的太素了 就是真的太素了 下周公也我不在 对这下面就很黑 这上面中 为什么呢 因为我我染头 我都是从后边开始染的 从下面开始染 这块开始染 染着染着再染上来的 所以等我染到上面的时候 下边已经黑了 然后我又怕下 我又怕染到上面 就是下面 我怕上面黑了 之后下面就变成特别特别黑 就那种死黑色 赶紧洗了 所以就变成上面下面黑 嗯 因为前几天那个黄色 我觉得确实不是很适合我 虽然很多人都说 你别染你别染 你黄色挺好看的 你浅色很好看 很阳气什么什么的 不要染 但是我还是始终 心里过不去 拿到砍纵 觉得不太适合我 然后又不想染黑 所以就 嗯 所以就还染了个棕色 谢谢 送到秋天奶茶里面吧 但估计我这个头 洗着洗着还得掉色 其实现实中 看下面没这么黑的 我不知道直播 为什么这下面这么黑 跟我头顶都不是一个颜色 哎呀真不是一个颜色 好黑啊 这周 就是这周公演 哦 今天星期一啊 那就是这周 嗯 会掉浅的 你看 这跟我上面的头发 就很黑 什么看见内眼线 那看见内眼线不很正常 我的画的眼线啊 你看不见我不是白画了吗 最近翻牌 还好吧 我这周看情况看我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我最近该减肥了 可能最近过得都比较 怎么说呢 不控制 就是我最近 饿了就吃 饿了就吃 都没有刻意的很控制 然后感觉长肉了 然后一长肉 就长脸上 就很烦 脸一下子就变人了 回家确实很难减肥 但是其实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一般也不会太那个 因为我在家吃的辣嘛 然后就是 消化会出点问题 然后反倒是会瘦可能 什么啊 这不是头线 好无语啊 我们怎么可能有头线呢 而且你头线这么小一颗的吗 头线不都是大颗大颗的吗 这是啥呀 绵续 把这一颗给面上 OK 看不见 对啊 我又没有头线 什么 我回家我为什么要吃喷射套餐 而且你不要叫他喷射套餐了 我吃了一点事情都没有 你自己去吃吃吃吃吃 谢谢咸咸的乌冬送了秋天奶茶 对啊 而且我本身 我本身不长头线的 头顶有白的 我头顶不白啊 我头顶不白啊 而且我回成都了 我干嘛吃华来试啊 你们这个问的挺搞笑的 来得及啊 这才八点半啊 我们只要敢在明天早上十点半之前过去就行了呀 对吧 一个汉堡吃完就发烧了 小吃街的 可能就是不太卫生吧 我回家肯定不可能吃麦当劳呀 有啥不敢吃的啊 还不能 难道还能给你吃出人命来 可能吧 如果熊猫头是没被我妈扔掉的话 我看看消息啊 我看看微信 好像有人给我发消息 等一下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好吧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 冷酷串串是很好吃 不是周世宇 不是什么 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 可以一会再回的 吃完华莱士急性肠胃炎 真的假的 这么巧的吗 会不会 会不会是你自己该急性肠胃炎了 回成都 看吧 回成都说实话 我家太多好吃了 都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我想吃啥 就吃啥 说不定我回家还真就想吃麦当劳呢 老刘找我了吗 我看看 等会儿啊 老刘让我去拿一个区蚊喷雾 我觉得你们老刘是不是还在开直播呀 我觉得你们不如直接让老刘直播通 告诉我 直播告诉我 有什么消息吧 不然我切回去看消息还来不及 四点开始到现在 我的天哪 其实我跟老刘差不多 我也是四点过 我就收拾好了 已经被钉了吗 老刘给我发消息 然后我现在只有一个手机 我又收不到消息 我要切出去看 但我感觉你们跟我说 你们跟我说了之后 还快一点 什么 我五月直播史上N2E3加 这很稀奇吗 我不一直都是吗 我不是日三加都是就是前五 我一直直播史上都很长 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电文箱 确实挺有效的 嗯 我想想 还有什么来着 对我最开始听到我说 啊我是前几位 哇哇 现在觉得 蛮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都这样 已经没有很惊喜了 其实也不是说有耐心吧 反正都是等嘛 我们过去那边也是玩手机 过来来自己在房间里也是玩手机 可能在那边就有人跟着一起聊天啥的 谢谢林黄宣布欧洲名单英格兰落选 送了秋天奶茶 主要是 其实我搞不明白耶 就是团建 为什么我们就过去 啊我们下午四点过去 待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十点半 那么早我们就回来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意义 意义在哪里 还跑那么远 但是就是说的是那个地方很大很不错 我看到他们的照片也很不错 然后方便我们聚在一起聊天什么的 真的还蛮好的 就是所有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必须退房 十点过 早上十点过 就让你收拾包袱回来 我就觉得啊好不折腾啊 但是我无所谓啦 反正我明天那个时候我也要起来了 正好我也要去机场了 什么礼物下线了 现在在等周周洗澡呀 对吧 明天我回家呀 对我明天回家了 明天回家 然后这周公演我不在 我回去参加我表妹的婚礼 这个 然后我跟我妈说 我妈明天来机场接我 对 然后我今天去给叶总请假 因为我差点我就忘记请假了 然后我想起来赶紧去找叶总请假 叶总竟然还记得 他就说你回家参加婚礼是吧 然后就很快就给批准 每次去团件就聚众赌博 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 我们过去应该也是打牌什么的 要不就是玩那种卡牌游戏大风啥的 对啊我早不是我早请假 而是我早就通跟叶总说了这回事 叶总早就知道 但是正式请假是才请的 就提前打过招呼 要是我没打过招呼 我今天才打招呼的话 肯定不会批的 对提前打招呼 让他知道了这回事 然后今天开始请假 炸金花 哇他们那天玩炸金花玩了一晚上 我我都玩不懂 我对什么扑克啊 拿将这些是真的不太感兴趣 摩尔庄园 摩尔庄园我都卸载了 我都不玩了 因为摩尔庄园这个游戏 对于我来说不是很好玩 就是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耐心的人 而且我对种田不太感兴趣 所以 所以就是已经卸载了 什么炸炸金花 飞车其实我最近也没有怎么玩了 就是偶尔会登录一下 做做任务啥的 飞车还没卸载 因为我还没有达到职业驾照 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念想 就是我一定要拿到职业驾照 但是摩尔庄园就感觉特别的慢悠悠的 我对这种慢悠悠的游戏 我真的我着急死了 我一回趟家 我都要加载三次 我觉得啊好烦 我回家一次加载一次 进门加载一次 我干个啥又要加载一次 啊太累了 然后索性懈怠 真的是特别急到没有耐心的一个人 什么打麻将 他们怎么还打麻将啊 是那个卡牌麻将吗 我看那天是谁收了个礼物 老刘是吧 送了他一副牌式的麻将 就是把麻将的外形换成了扑克牌 麻将机啊 我的天哪 可那不是说他不会打麻将吗 我不会打麻将 跑酷怎么跑啊 我觉得摩尔庄园怎么说呢 就是不太适合我吧可能 渡边麻友 渡边麻友 麻友是麻友 你渡边你要去河边啊 我没有注意看他的房间 嗨 有消息我去看一看我的消息 你们等等我 什么 他们不是我看小慧的房间 他不是说他他已经吃火锅了吗 今天还吃呀 但其实还要吃的话我也可以再吃一顿 因为我今天还没有吃 什么 你艾迪极其罪恶 啥艾迪 摩尔庄园不穿衣服乱逛 所以你为什么要不穿衣服呢 那你就把衣服穿好呀 你真的不穿衣服会被警察抓起来吗 是我就真不穿衣服 我就让警察来抓我 我看看被抓进去会怎么样 不穿衣服还上热搜了啊 我都没有看过 哎 我觉得我感觉我的有点困了 反正都是游戏啊 你现实中中你又不会被抓 你不能说你在网上 你玩摩尔庄园因为你裸奔 现实中把你抓起来吧 你网上被抓就被抓了 你网上被砍死都没关系 对吧 所以无所谓啊 就怎么好玩怎么来的 哎 就是玩 摩尔庄园 上车睡觉 对 我上车睡个觉吧 我觉得今天晚上估计是没法睡的 对 老远了那个地方 真的贼远 还好的是明天早上还有车接回中心 不然我在想着我明天早上 还要从那个地方打车去机场的话 那真的太烦了 因为我就是方便 因为我当时订机票的时候 我是没有想到 我们会去团建 那会还没有订团建的日子 后来订了之后 就是我 我在买机票的时候 我想着买个离中心近的 我就买到了虹桥机场 我买到虹桥机场 结果我们团建的地方 离浦东机场很近 然后 离虹桥机场 巨远 巨远 我说天哪 我这折腾半天 然后去团建 我还去 买个巨远的 因为买虹桥 会比浦东的贵嘛 所以我一般 之前都是买浦东的 但是这次 专买的虹桥的 因为觉得近 结果没想到 还是那么远 还好的是 明天早上有车 接回中心 有车来接我们回中心 然后回中心 我在 我在 打车 什么 根据剧场距离 什么根据剧场距离 不是啊 我是 我在哪 我就根据我的距离啊 我在中心 我肯定出发是 从中心出发呀 我不可能 从剧场去机场 什么 好喜欢我 那就不给他穿了 你就不给他穿了呗 真的很 摩尔庄园 但是有的人 就玩得很奇迹 因为韩杰勒他们 还是一直在玩 玩得很奇迹 然后我就 我就看着他们玩 但其实我 内心毫无波动 剧场 红桥 剧场红桥 可能更方便了 但是我 一般不会从 不会有剧场到机场的这一条线 一般都是中心过去 今晚多赢点 机票就够了 我们打牌 我们打牌不可能打很大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特别有钱 特别有钱的人 而且再加上我不会 说不定我都不会玩 什么 从YD中又回家 恭喜恭喜 可能吧 其实我也是图情怀 我去下载的 下载完了之后 不太好玩 但是因为情怀 我留了他两天 后来给了他两天的时间 这两天我再玩 觉得还是不好玩 还是现在 对啊 我不会打麻将啊 虽然我是四川人 但是确实不会打麻将 因为从小 我对 这种 游戏吧 就不是很感兴趣 对 就对于我来说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能让我上瘾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对高考生说的 嗯 我想说的就是 对高考生的话就是 嗯 好好考就行了 其实高考 并不能决定你的人生 但是 它很重要 如果没考好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人生还长 麻将炸金花广场舞 天哪 我听到这三个我都不想去了 跳功也能让我上瘾吗 说实话 上不了瘾 跳功也确实没法上瘾 你想 我再上瘾 我能连着跳 跳他 连着跳他三天三夜吗 那我人没了 关系确实蛮大的 但是 怎么说呢 是蛮大 但是你要是就考不好 那能怎么办 你成绩就不好 那能怎么办呢 就一直跟你灌输 你成绩好差啊 但是高考就很重要 你要死尽考 死尽考 但是他就考不好怎么办呢 只能说 没有关系啊 人生还长啊 对吧 就考不好不活了 这就没有必要 对吧 如果你能考好 那当然 当然 考很好的分数 考个好大学 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成绩就是 一直都不太好的 就希望大家 就希望有可以有个好的心态 其实我们玩主要还是跟朋友一起玩 要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 他真的是 玩什么都 都那个 我其实我这个人就不爱玩游戏 我能留Q飞车这么久 我觉得都是奇迹了 我是一个从来从来不可能 而且过年的时候 我还把Q飞车卸载了一段时间 我过年的时候都卸载了 因为我都不玩了 我觉得我都不玩了 后来是年后我又下回来了 该出发了吗 不知道 耳机没找到呢 无聊的时候干啥 无聊的时候就 上网呀 然后看看 社会新闻什么的 今天应该是不会直播 什么吃鸡吗 嗯 我已经可能一年没吃过鸡了 他好了是吗 综艺解说 没有看了 主要是都看完了呀 他也是个up主 他也不会天天跟的 他也是偶尔跟 所以就是等偶尔看到他跟了 我再去看 谢谢 送的秋天奶茶 是这样读的吧 谢谢最爱京都的天 你送的七杯秋天的奶茶 谢谢你 好吧 我觉得我得关直播了 然后我再收拾收拾 穿个鞋啥的 我该出发了 拜拜朋友们 拜拜拜拜 拜拜 谢谢K02送的秋天奶茶 拜拜拜拜 走了走了走了 拜拜 谢谢玫瑰花 拜拜 拜拜 拜拜朋友们 拜拜 下次见可能就是 在成都了 拜拜 走了321 关了